据解放军媒体官方账号 君正平11月2日报道 近日 网络上流传着一条 由不同人务部发给预备役退伍军人的短信 内容宣称 台湾问题严峻 望各位能做好随时召回准备 经向有关部门核实 此信息系咬眼 广大网民也要擦亮眼睛 不要信尧传咬 有布法人员伪造军队机关部门向外发送通知 这种行为纯属 捕风捉影 山风点火 恶意编造 性质非常恶劣 极易引发严重后果 针对这些造谣声势者 军地有关部门将依法查处 绝不姑息纵容 根据国防法第25条规定 国家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 非法建立武装组织 禁止非法武装活动 禁止冒充现役军人或者武装力量组织 根据刑法第372条之规定 犯本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 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为何要向退伍军人发短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备役军官法 等相关规定 除达到退休条件 即因双病残等原因 退出现役的官兵 不再适合服预备役外 其他退出现役的干部 事官 义务兵 一般都要转服预备役 未经许可不是这样的 未经许可不是这样的